俄罗斯真彪悍 美国间谍飞机逼近国家境内 警告无效后直接开火 四人死亡 两人被俘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新闻处 前负责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少将 向莫斯科说广播电台表示 我们从国外得到信息 了解到敌方突然拿到一些文件 材料和信息 使其能够得出某些政治或技术结论 而且这种例子有很多 这些间谍会给国家声誉和技术造成损失 从苏联时期起 国家境内的间谍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1960年5月1日 美国一架U-2侦察机逼近苏联境内 通过自带的电子感应器 收集苏联核潜艇基地的信号 没想到被苏联发现 立即击落 美国并没有吸取这次教训 在同年7月1日 美军再次派出RB-47H间谍机 靠近苏联北极海岸外的 科拉半岛附近的巴伦之海 执行信号情报收集工作 这架间谍机从英国皇家空军基地起飞 让苏联防空军可恨的是 RB-47H在苏联领空和周边地区 已经执行了多次任务 这架间谍机在领空边缘飞行 就能窃取到机密的军用通讯信号和雷达信号 所以当美军侦察机出现在白令海上时 苏联防空军第171 近卫战斗集团VA 波尔亚科夫上位 立即驾驶一架米格19战斗机升空实施拦截 美军飞行员认为 这次的侦察机性能非常好 而且米格19带有的早期AAE空空导弹性能并不好 所以丝毫不惧怕 苏军的警告和驱赶 甚至加速逼近苏联领空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波尔亚科夫扣下的扳机后 米格19威力巨大的NR-30航炮 一下子就击碎了 RB-47H侦察机的机翼 美军飞行员没有想到苏军会迅速开火 没有一点准备就坠向了大海 6名飞行员中 有4名飞行员随着飞机爆炸而死亡 另外2名飞行员及时跳伞侥幸逃生 随后被苏联军队俘获 直到1961年1月25日才被释放遣回美国 对于这次事件 美方的表态是 美军飞机是在公海上飞行 苏联战机的拦截是不专业和隐瞒的 但苏方认为 美国派来的飞机是电子侦察机 不需要完全深入领空 就能截获绝密信息 苏军的行为合情合理 直到现在 两国依然是各执一词 但是苏联的刁悍 给了美军一个狠狠的教训 们在更能够的节目 监制云 在更能够的行为